今天教大家怎么做 小朋友 就是绑两个辫子 绑两个那个包包头 那个两个辫子大家应该都会 然后这个呢 这样子稍微折一下 这是我要当那个包包头的基底 那如果太长的话 你包包头绕着它转转转 就会变得长长的一个球不好看 所以越短越好 也要有一点 要有一点厚度 大家自己斟酌 看自己小朋友头发的多少 然后呢 这样子绑好了 对不对 这样子 绕着它转 转 转 OK 然后再拿一个稍微大一点 也没有也不一定 反正就是一个 橡皮筋 好啦 然后呢 如果怕它会掉 就拿一个像这样子的 这种固定 固定 固定 嘿猫猫 这样子 固定固定固定 OK 好啦 再来另外一边也是同样的方法 首先 折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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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呢 把它变成它的底座 啊 这个有点 困难 困难 不是困难 是它已经有一点点 好 随便了 没有 又不知道怎样 就有点旧了 不太好弄 好 潺潺潺 好 橡皮筋 厂头发的橡皮筋去哪里了呢 为什么你刚才要吐 筋 筋 筋 不是筋 是筋 像 哎你过来 你这样子人家看不到你的头了 好 OK 这样子绑起来 好 很漂亮的一个球球就好了 然后呢 就同样的这种东西 好 好 卷一卷 把它 拜 好 角度要对 要不然会戳到小朋友的头 小朋友会改改脚的 OK 好了 A B J 旁边是我老公在整画 好啦 这样就可以啦 可以啦 我们昨天去看了恐龙 恐龙复活了 我们来用恐龙好了 恐龙复活了的买的 好可爱哦 这样可不可以 可以 然后弄 这边是 这里也要 这边是绿色的 好恐龙 来 那边那边哦 恐龙 OK 好啦 把他转过来 让我看一下 好